我与别人相处得很好,为什么还是不快乐? 经常有读者这么问,我们也时常都在考虑如何与别人相处得更好,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,学会如何与自己好好相处。 独处,是一种智慧的沉淀,能与自己好好相处的人,才是内心足够强大和丰富的人。 舒本华说,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,他才可以完全成为他自己,独处是人生中的美好时刻和美好体验,虽然有些寂寞,寂寞中却又有一种充实,在独处时,我们从别人和事物中抽身出来,回到了自己,成道明喜欢一个人待在家里,或弹钢琴,或用毛笔抄到德经之类的古籍,或挥笔泼墨画山水。 或坐在雕花的中式座椅上读书,写杂文,窗外风光无险,屋内时光静好,时光安然,冯小刚笑话他一个人宅在家里,远不如一场饭局有用。 陈道明淡然一笑,不为无用之事,和以前有牙之声,不及给予名利,静下心来做一些无用却静命美好的事,何尝不是一种修行。 是啊,放下名利,吞去华丽的光环,一个人安静地做自己喜欢的事,心才能静下来,回归真实的自我。 独处的人往往是孤单的,但这种孤单是心灵的孤单,与性格上的孤品是两回事。 孤单不是空虚,不是无聊,不是无所作为的自卑,不是阴世绝望的爱人,不是失忆自身的忧伤,不是孤单自赏的情高。 它是心灵充实至极的一种状态,独处的人往往是淡然的,犹如一棵独处的树,任凭风吹雨打,四季交替,随意随缘,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,富贵不张扬,得是不言语, 心如止水,宠辱不惊,独处的人往往内心是风盈的,越是风盈的灵魂,越有强烈的孤独感。 独处,是人类古老而朴素的思想,蕴含着生命的原始状态,是一种境界,一种智慧。 的确,我们注定无法避免孤独,所以要锻炼自己独处的能力,让独处成为一种享受。 独处,是一种选择,它不是被迫的,而是自己主动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。 享受独处可以把半枯瘦的日子过得风盈,活出生活的本色。 享受独处,可以坦然面对试试,塑造更完美的自己。 一个人最好的状态,无非是既能享受得了繁华,也能安顿一个人的时光。 学会和自己相处吧,做回自己,享受自己独处的时光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